各位朋友大家好,今天是7月13日,早上的6点29分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世界的新闻 美国膳食委员会建议,射糖量不应超过每日热量的6% 美国现在出现的胖子比较多 中国开始向海外工作者纳税,新税法是这样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资助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就是税收 特斯拉Model Y降价了3000美元 美企不满华为采购禁令,要求延期一年 中国不再当经济的救世主 美媒说,白宫反制港版国安法选项有限 中国的歼20B投入的量产 殉情方面 江西全镇老幼撤离 博洋湖面积超过青海湖 彭博说,美股的涨势依旧脆弱 荣景之下有五大真相 国家储备粮有质量问题 中储粮展开调查 疫情之后恐怕有粮食方面的问题 32%的美国家庭无力支付7月份的房屋费用 南非的疫情恶化 美日平均新增12000 宵禁重新开放 俄亥俄州设不设不戴口罩举报热线 违规或坐牢三个月 美卫生部门高官说 新冠问题上福奇并非百分之百正确 但福奇主要的方面是正确的 美国庆日 百人击报胡滨开趴 现传多人确诊 21伤 圣地亚阁的战舰爆炸 浓烟滚滚 佛州新冠日增15000打破纪录 迪斯尼乐园重开 中国和伊朗逆签25年兄弟协议 对抗美国 川普将就南海局势发表重大的声明 2800万美国人 恐无家可归 纽约州新冠死亡降到最低 纽约市开始打击枪支暴力 现在又出现了超市的确诊 好 谢谢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新闻的播报 每天我们都要看一下 世界上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新闻 给大家一一的分享一下 美国这边还出现了 三个小孩 赤枪入屋抢劫 被屋主射死 两死一伤 因为美国是拥枪的 加州的死亡已经破了7000 洛杉矶线确诊超过了13万 谢谢 四似颉度 六二十分 四估订採 三十分 感谢观看